持續來關注到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清德 位在臺中的競選總部二號正式開箱 八位立委參選人到場大跳 應援曲要來力挺 主打這個棒球風格 還有就是應景競選的小物 另一方面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 侯友宜的臺中競選 則是選在了北屯的舊社 層租樣品屋 預計12月初會開箱 和青年支持者大跳應援曲 叫做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最強後盾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在臺中的競選總部正式開箱 從外道內打造棒球風格 還有競選小物展示區 像我身上這件棒球外套 一度賣到缺貨 現場還有加油棒可以炒熱氣氛 他從小喜歡棒球 支持棒球支持體育 所以用棒球風 代表賴副總統的年輕活力 能夠帶給臺灣新的希望 賴清德臺中競選總部 選在西屯青海陸環中路口 看準的就是交通便利系 總部來支援所有的立委候選人 相對在這個交通動線上 都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希望賴副總統 未來在總統選舉當中 帶領著臺中八個優秀的立法委員 我們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 揮直調建築低調氣派外頭還有庭園造景 這處樣品屋即將大變身 成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在台中的競選總部 選在北屯舊社臨近捷運站 同樣看準交通很方便 那那個地方是一個新的一個都會區 那我們很多年輕的朋友 也都會在那邊生活資產 未來的發展性非常好 在11月底或者12月初 我們會正式總部來成立 2024總統大選進入倒數階段 藍綠總統參選人位在台中的競選總部 陸續就定位 記住網民費徐凱迪 台中報道